8月2日起,东盟外长会议将在新加坡举行。 每年的这个时候,大肆炒作《南海问奇》与转移绑架会议主题,是西方国家的一贯做法。 近期,随着南海局势不断走向和平,迷迷惯看热闹不嫌势大的日本媒体无奈表示, 南海问奇在今年的东盟外长会上难以掀起浪潮。 就在这个时候,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氏,突然向南海地区投射了一枚重磅炸弹。 8月1日,日环球时报报道着,北前总统阿基诺三氏,近日又开始胡言乱语, 像个小丑似的对独特尔特政府,他对华政策发起攻击。 指责县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不透明。 消息一出,西方媒体瞬间如同打了鸡血,开始了新一轮的炒作热潮, 阿基诺三氏的话刚刚落地,美联社就爆料了一份所谓的菲律宾官方报告。 这由于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军事化部署不断把善,导致如今的飞巡机只要逃进中国岛屿,便会接收到中方警告。 仅出年下半年,这类警告就高达46次,随后日本实施通讯社也跟进。 这南海军事化问题已经让部分国家感到担忧。 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氏算是我们的老冤家了,这个有着中国血统的反华先锋,也曾在2011年,寻找母亲的足迹前往福建洪建村寻根业族。 但回国后不久,阿基诺三氏立刻变脸了脸,把血脉同宗的两岸三地得罪了个变。 2012年黄岩岛事件爆发,中国海舰船与飞军舰对峙多日,菲律宾的外长, 政府发言人,乃至总统阿基诺三氏,连续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表态,对中国进行了大肆谴责。 同年9月,阿基诺三氏签署命令,将南海不放水日在内的菲律宾群岛以西海域,命名为西菲律宾海,拉开架势和中国此刻到底。 2013年1月,菲律宾单方面就中菲两国的南海争端, 湘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起强制仲裁,并先后提交了7000页的申诉材料。 6月,在菲律宾独立摇摇五周年纪念会上,阿基诺三氏发表演说, 表示将拿出750亿笔锁,约合114亿元人民币用于军事现代化建设,并呼吁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。 2015年4月,针对美军在南沙岛交十二海里范围巡航仪式,阿基诺三氏更是公开表示, 美军的自由航行没有有任何问题,将有助于维持地区均衡。 在一年一度的东盟峰会上,阿基诺三氏多次误我中国以大欺小,呼吁周边国家叫板中国, 甚至还趁中国现在的南海活动让他联想起二战前的纳粹德国。 阿基诺三氏的言论和离谱作法在恶化南海局势的同时, 也一度让中非关系跌至冰点、菲律宾经济因相交滞销等问题雪上加霜, 而这个西方的马贤族也遭到了该有的报应, 2016年6月30日,就在阿基诺三氏卸下总统职务一天之后, 他就收到了法阅航票,摊上了官司, 至今仍深陷贪腐丑闻的泥潭, 菲律宾有句俗话,忘记过去的人不会拥有未来。 实际上,阿基诺三氏闹海,对于菲律宾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好处, 虽然西方国家再次抬出了这个过了气的反华小丑, 但是对南海的和平稳定不会有太大冲击。 对此,菲律宾外长卡耶卡洛, 31日在赴新加坡参会前对媒体表示, 菲律宾和中国没有任何秘密会谈或秘密协议, 倒是拉基诺政府时期在黄野岛问题上与中国的交涉很不透明, 且没有产生任何对非与民有利的结果。 作为即将接任的中国大东盟关系协调国, 菲律宾愿为推进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。 由此可见,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已经越来越深, 解决南海问题的前景无疑更加明朗, 无论美国等西方国家搬出哪个木偶, 都无法改变南海的历史, 更动摇不了我们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。 年生话题,阿姨诺三世会遭线报吗? 欢迎参与话题讨论, 更多内容右上角角关注, 严正,多家自媒体, 在平台抄袭阿尔法军事的文章, 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扰。 如果有需要, 请光明正大的联系本号管理员开白名单, 不易,谢谢配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